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到了起奇来跟大家聊天的时间 这个礼拜起奇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有关于女人在职场上面的一些 应该说起奇的一些分享 其实起奇在之前是在自己做服饰店 还有做一些珠宝的设计的一个行业 应该是说在之前 我曾经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家里面帮忙的 在家里面帮忙的时候 就会有家里跟公室跟家室会混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可能在大公司或是一些职场的部分 他们就会认为说你是一个不够有社会经验的人 我们女人可能在生了孩子以后 就会开始以孩子为重 那以孩子为重的时候 可能老板说要加班 不好意思 我没办法加班 因为我女儿子要吃饭 如果说孩子有生病了 或者是学校有状况了 一定要请假 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被迫 可能在当了妈妈以后 要在职场上发光发热的机会就降低了很多 那我觉得像起奇现在最近又回到了职场去上班 那起奇的工作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企业 担任一个业务的工作 那为什么起奇会在这么多次的一些节目 包括起奇自己在经营的粉丝团 就是起奇在聊的都是有关于形象或是打扮 或是可能有一些可能我们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的一些话题 因为我觉得人喔 在不认识彼此的时候当然都是先看外表 所以我觉得人家讲说人要衣装佛要精装 所以我们人给别人的一个形象是很重要的 那当你在家里面待很久的时候 突然之间要投入到一个新的职场的时候 你的样态跟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 现在目前可能这社会上可能一些潮流啦 或者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直接像你自己像3C产品一样 这样update直接上去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心态的部分的调整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让自己无时无刻都能够调整在 比如说我勇于接受挑战 勇于接受别人对我的批评 然后一直对自己有一直在成长的话 我觉得学习在不同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女性如果说在婚姻后或者是生了孩子以后 能够再回到职场的话也是非常难能可贵 尤其现在其实都是双心家庭 就是说可能我们所付出的时间 跟我们所收入的薪资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那时候女孩子可能就被迫 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必须做一些牺牲 那在这个时候呢 请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不要忘记要好好爱自己 那女生其实在所谓的爱自己 当然不是说叫你过度的消费啦 拼命的去shopping或是什么不是的 而是说一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好好的喘一口气 好好的保养自己 好好的吃一顿 或者是好好的休息的睡一觉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给自己更多的能量跟力气 去面对每天不同的一个挑战 我相信这样子对于一个 能够重返职场去上班的一个妈妈 我觉得这会是非常好的 那这是琪琪就是回去了职场上班了几个月以后 心情的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如果您有一些心情想要跟琪琪分享 也欢迎你留在影片下方 下个礼拜我们再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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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